大家好,我是奥兰多房地产经纪人许丽 我今天在工地来带业主参加一个工程进展会议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美国建房是怎么样的过程的话 就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我的业主买的是一套漆房 在他订房子的时候 整个这一片土地上完全没有开工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买房的整个过程参与到每一个细节 那么我们今天来参加的这个会议叫做Pre-Dry Wall Meeting 是整个建筑工程中的第二个会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所有的墙都是还没有挂起来的 这也就是Pre-Dry Wall的定义 那么在挂墙之前 开发商请我们和业主一起过来了解一下 这个房子在墙后面的结构的一些建筑细节 当然也要解答我们客户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在此之前 实际上是参加过一个Pre-Construction Meeting 那个会议主要是我们和开发商坐下来 然后强细的核实蓝图上包含了我们业主所要求的每一个升级以及基础配套 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在这个Pre-Dry Wall Meeting里面 我们都了解到一些什么 现在大家看到二楼上的这种浅蓝色的包纸呢 它是专门的一个防水材料 因为二楼它的结构是用木质结构的 为了防止它木头进水 所以它在建筑工程上 建筑上就特别用了这种隔水材料 把它严严实实的包扎了起来 包括窗户 所有的就是跟房子相接的位置上的都有这种贴条 把它封起来 这样就严格防水 大家看到它的窗户顶上是没有封的 主要的原因是它的这种窗户 本来的设计呢就是有排水槽的 它就是为了日后这个窗户在下雨的时候 如果水进来呢 它专门有两条水槽 让这个窗户里面的水是从两侧流下来 上面没有封的原因 就是让它这个水槽在操作 而不是把水封死在窗户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带大家到房子的周围来看一看 它的就是工程进展 首先在正门 正门的旁边呢 就是外面有一个预留的一个供电枪插座 这里是用来装门铃的位置 侧墙外面这是一个装水龙头的位置 这里就是整个房子的水闸 总闸 那么业主在日后 比如说暂时离开度假的时候 可以把水闸关掉 防止屋子里面的水管爆裂 造成伤害 这个电线呢 黄色这根电线是用来装热水器的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就是热水器 还有它的天然气 这套房子用的是这种无水箱的高节能热水器 这里是一个配电箱 配电箱下面有额外的插座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根橘黄色的管子 是用来装有线电视和无线网的 这根白色的电线主要是用来供电给空调机的 这里也有空调机的相应的一些管道和电路 看一下房子车库 今天是礼拜五 在礼拜五的晚上 他们会把车库每间房子都进行一下打扫 整个车库也是装了隔温材料 在车库里面还有预留一个额外的水管管道 如果业主想在家里洗车的话 就用这里用水就很方便 这是整个房子的配电箱 我们再看一下房子的另外一边 看到的这个蓝色的管道呢 就是房子的下水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紫色的 紫色和蓝色的管道就是房子的上水 紫色是用来浇草皮的这个灌溉的水 那么蓝色呢就是用来饮用的这个饮用水了 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内部的已经的现在设计 它所有的一楼都已经装了隔温层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 就是它的一个隔温防潮的材料 它的标准是4.6的标准 这是整个一楼的层高挑高感觉 还有采光 现在是完全没有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就是 在室内没有装钱之前就有多明亮 现在所有的窗户呢都是这种 双层的它节能型的窗户 大家看上去它好像有一点点淡淡的绿色的这个薄膜 这种情况就是它是额外的隔温防紫外线 对整套房子的节温能力就更加强了 同时看一下在它的这个房子标签上也都写清楚了整个窗户的这些节能标准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呢是起居室 大家可能看在墙的下角有这种接的电源 而这里的电视墙 它不但在底下有电源和这种装电视天线的地方 在墙的正中间有装额外的 这样子的话如果你选择把电视挂起来的话 墙上就不会有一些很杂乱的电线 直接从电视后面进就可以了 我们来到厨房看一下它的设置 厨房的右手这个隔断呢是专门留给冰箱的 抽到室外的抽油烟机的排气管道 这里大家看到的银色这根管道呢是天然气 它这里是街灶台和烤 岛台上的上下水和排水 在厨房正中间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 是在楼梯下面的 它是一个半洗手间 所以有放置马桶的地方和洗手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化妆间 同时这里它也安装了额外的排风管道和空调进换气口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专门用来装空调的温度计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铁的护栏呢是不是在工程阶段中暂时暂装的 用来保护就是楼梯的安全 那我们现在二楼去看一下 当然二楼所有的也都没有装内墙 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它空调机的安装的位置 左手呢是一个小的卧室 采光也非常棒 它这里的屋顶呢都额外的装了反光层的这种隔温材料 然后每一间卧室里面都有空调的进气口 和空调的出气口 所以整个房间里面空调的就非常高效 这里面是一个衣帽间 窗户 它的窗户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做了非常严密的密封 一是节约能源 再一个就是防虫防噪音 这里是两个卧室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它这里是装霜台下盆的位置 马桶和浴缸 浴缸上面也有冲凉设备 这里也有额外的一个窗户 所以这个房间采光相当不错 这里的浴缸已经装好 大家可能看不到 但是实际上它的浴缸后面 就除了装正常的这种紫色的防湿板之外呢 它还有额外的防水涂层 就防止了整个这些常用水的位置 日后可能因为湿气的原因发霉或者是漏水 这是第二间小卧室 它也自己带窗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真中间的这个隔断就是它的衣帽间 这里是它的空调系统 也是有进气口 出气口和这个小的进气口 回到走廊继续往前走 左手就是它的洗衣房 那么在洗衣房里面有所有的房间里面的Cable这些电线的一个控制盒 这里面是用电的烘干机的位置 这里是洗衣机的位置 以及专门用来调节空调分区设置的一个控制箱 这里是回到走廊 这里是回到走廊 我们继续往前走 右手是一个额外的储藏室 它是带灯的 这里面呢 就是主卧套房 大家看一下主卧大小的感觉 主卧有吊顶的设计 在吊顶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它装了预留的一个可以装吊灯的位置 刚才工工工经理跟我特别介绍 这个吊灯的这个承载重量呢 是65磅 所以说 如果你在家里选择装电扇 或者是装一个比较大的 这种装饰型的吊灯的话 也都没有问题 整个卧室也是两面有窗 在卧室过来的这一边呢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进一下 因为它里面现在放了很多的这种墙板 让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在主卧的浴室 它也是带两扇窗 这个浴缸 浴缸上面还是包着保护膜的 等到交房之前呢 他们会有专人亲自来打理这些浴缸 然后把保护膜为店主接掉 这里的冲凉房的底下 这个防水槽也是有保护膜的 这里就是带着隐私门的马桶间 当然这边就是双台下盆的设计 以及所有的电路 大家看到这里的管道可能装的比较别扭 它专门是这样装的 这样装的原因呢 就是使它的这个水管管道里面呢 一直有压力 所以在任何地方如果有漏的话 现在就可以很明显很快的看出来 那么在交房之前呢 这个比较别扭的这个管道的走向 是会被根正掉的 所以业主不用担心在自己的柜子里面 会有这种别扭的管道 这里就是整个主卧的衣帽间 它面积还是比较大 上面也是带灯的设计 也有空调 那么整个房子开完了 大家可能也感受出来 整个Pre-Drival Meeting呢 实际上是比较 比较枯燥的一个会议 是需要一些想象力 才能够看到你所购买的房子 是什么样子的 你完全看到的就是一个空的架子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会议还是比较重要的 它给业主一个机会来了解自己的房子是怎么样做的 以及解答业主的一些相关问题 如果你想了解在美国建七房的一些过程的话 记得关注我 跟我一起来参加第三次工程进展会议 给大家看